哈喽大家好 我是K线西游战法创始人 吹士团团长 订阅我的频道 读懂K线背后的秘密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2年3月28日 下午的16点46分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读 比特币的盘面 解读之前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的走势 首先看原油 今天下跌了3.93% 目前下跌了3.93% 那这样的下跌 会引发美股的上行 我认为美股和原油 是呈现一个 逆相关性的两个指标 那今天原油市场的下跌 势必会让今晚美股 出现一个继续的上行 那我们看美股 现在处在一个压力位上 就是美股再次上行的话 它的压力位 均线压制在35,000点 也就是说美股 今晚上行之后 面临这个压力位 压力位之后 可能会出现很多震荡的走势 那上证指数 今天低开之后 出现一个反弹 明显还趋于一个弱势的走势当中 我们之前说了 上证指数的反弹 不构成反转 所以上证指数 还会有继续走熊的一个走势 继续走熊的一个走势 特别是在周线上跌破120周均线之后 上证指数 A股市场已经进入到熊市区间 那今天比特币 在今天早上4点半的时候 突然快速拉升 冲破了它的一个结构上的压力区间 这个结构上的压力区间 我们前几堂课上说了 三四五月份 去年的三四五月份 波峰的连线在44000到45000美金附近 构成了一个压力线 这个压力线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 我们在去年九月份 和今年二三月份 分别在压力线附近做空 都获得了很好的获利 然后今天在这个位置上 出人意料的 它发生了一轮突破 发生了一轮突破 那我们在四小时线上 可以观察到 这里波峰的连线和波谷的连线 构成了一个收敛结构 这个收敛结构 我在昨天说近焦点位置上 近焦点 焦点位置是在3月29号16点 这个近焦点位置上 非常容易发生变盘动作 那我昨天提了三个变盘动作的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 在这个结构当中下行 走一个下行的收敛 第二个方式是突破 突破上行 那在目前来看 它突破了两个结构 第一个结构是四小时级别上 反弹收敛过程当中 形成的三角 对这个结构进行了突破 第二个结构就是日线级别 44000到45000美金附近的压力 做了突破 突破之后压力即转支撑 所以目前行情当中 45000美金在日线级别上 构成了一个比特币最重要的支撑线 在有了这个45000美金支撑位的前提之下 当前的行情 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知道 对的位置和对的趋势上 我们能够获利 首先这一点是 再一个呢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当前行情当中所处的结构 在结构的哪个位置 我们做哪个方向能够获利 这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盘面当中 在4小时级别线上 波峰的连线和波谷的连线 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 行情通过这个收敛三角的焦点 进焦点这个位置上发动了突破 突破之后呢 我们认为在盘面当中 有两个重要的支撑 刚才提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大的支撑 在4万5千美金附近 那第二个支撑位置呢 我们认为是在这个收敛三角形 延长线 通过焦点之后 延长线的这部分 这部分呢 看到了在4万6千美金 构成的一个支撑 4万5千5到4万6千美金 这里形成了一个支撑 那同时呢 在日线级别上 我们看到了去年8月 去年8月的这轮震荡 和去年12月份 在这个4万7千5百美金附近 这个位置上的震荡 构成了当前盘面当中 筹码压力位 筹码密集后形成的压力位 那这个压力位啊 在4万7千5 这个压力啊 也是我们值得重视的 我们值得重视的 如果在行情当中 如果在行情当中 能够回踩到4万5千5到4万6 这个区间呢 是一个可以做多的一个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它有结构上的支撑 有结构上的支撑 这个时间呢 我认为大概是在3月31号左右 今天是3月28日 那3月31号 如果能够回踩这里啊 是一个可以在支撑位上 做多的一个位置 那因为啊 下面有个更重要的支撑 也就是4万5千美金 那我们可以把4万5千美金 做成多头方面均的一个止损位 一个止损位 因为这里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如果跌破的话 行情容易重新下行过来 所以呢 目前来看 多头方面 确实是在趋势上占优啊 趋势上占优的原因是 因为它突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啊 也就是4万5千美金 那在这个突破之后 我们能做的就是 它回踩过来之后 容易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对称 这个对称呢 就是左侧啊 绿色线的这波啊 震荡和右侧延长线啊 通过焦点之后延长线部分的 这波啊 容易在这个支撑位 4万5千5到4万6附近啊 回踩4万5千5到4万6啊 这个区间 你可以埋入多头啊 埋入多头 行情呢 在当前时间段啊 因为完成了突破啊 无论它是真突破也好 假突破也好 这个你不要考虑 不要考虑它是真突破 还是假突破 突破就是突破了 突破就是行情 站上了这个结构啊 无论它真假 你在这个盘面当中 只能做一个事情 就是顺应行行啊 这个趋势来做 那顺应行情趋势来做呢 就是当前盘面上啊 无论你之前是空头思想也好 还是多头思想也好 在这个位置上啊 在这个位置上突破之后 只能顺应行情啊 转做多头 转做多头之后啊 我们认为啊 如果它回踩到这个结构当中 绿色的这个结构当中 然后把红色的这个 45000美金作为止损啊 顺应这个行情 认为它可能发生第二轮的突破 啊 然后从K线西游角度来看啊 啊 我们用K线西游 把它分析一下 K线西游战法啊 会在这个预线结构上 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指引 这个指引呢 包括止损位和止盈位啊 所以呢 我们用K线西游战法啊 把这个行情 在日线级别上 给出一个解读 那在3月3日这里啊 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 悟空阴线走完之后 走八戒阴线 八戒阴线呢 遇到了很多妖怪 这些妖魔鬼怪呢 最终把这个八戒阴线啊 杀死了啊 这些反弹呢 最终把这个八戒阴线杀死了 然后行情继续上涨 继续上涨之后 这个悟空阴线 最终也杀死了 杀死了之后呢 我们就转向多头方面 我们看多头方面 这些做了哪些事情 那首先呢 在这个阳线上 我们观察到了 悟空阴线组 悟空阴线和他 杀死的一个妖怪 然后八戒阳线 这是第二根 八戒阳线组 八戒杀死了一轮妖怪 然后杀僧阳线 最终呢 走出唐僧阳线 唐僧阳线呢 就接近了4万5千美金 那今天 今天早上4点 这根阳线呢 也就是昨天 这根阳线 因为它是早八点 收盘开盘 今天凌晨4点发生的突破 那这一根阳线呢 就是在327号 昨天出现的这根阳线呢 我们把它当成什么呢 当成日线级别新的一轮的悟空阳线 在日线级别上 新的一轮上涨 日线级别的上涨 可能由此发生 这个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呢 当前行情当中 还没有出现八戒 因为呢 悟空可能遇到一些妖怪 这些妖怪可能是阴线 回踩下来的阴线 那在这个悟空阳线的基础上呢 我们就有一个什么呢 在多头方向上的一个止损位 这个止损位呢 我认为就是它的开盘价 它的开盘价是 44536 44536美金 这个是你在多头方向上的一个止损位 然后我们对这个日线级别 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预期 在这个预期下呢 我们可以画出来 它可能上涨K线组 悟空阳线出来之后 走八戒阳线 走沙层阳线 走唐层阳线 那么这轮如果能够发生 突破于47500 这个重要压力线的行情之后 就可能到达55000美金附近 这是它可能发生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这轮行情当中第二轮的 这轮反弹行情当中 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 你有一个这样的目标位 大概是54000美金附近 到达这里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 那目前来说呢 行情在突破45000美金之后 这里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 同时呢 根据K线西游战法 45000美金附近 也是一个你开多头之后的一个止损位 你有这个K线西游战法上的预期有止损 那么你在行情当中就不容易迷路 然后呢 我们刚才也讲了 结构性的 你开单的点位是在这个4小时级别上 通过交点位之后 延长线部分在46000美金 45500到46000美金 形成的这个支撑位附近 这里开单 然后呢 你的止损位永远都要设置到 它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线上 这里的支撑线已经给的非常明确了 就是45000美金 这里作为一个止损位 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止损位 防止它做谎骗性的突破 回打下来之后 然后你的成本受到更多的损失 这也是你做止损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目前行情在突破之后 我认为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在多头上获利 无论你是之前是空头也好 是看震荡也好 当前突破行情之后 突破结构之后 旁边当中仅有一个方向 就只能做这个一个方向 这也是我对K线西游战法 和这个结构的理解 那我上一堂课章说了 以太坊在突破了这个压力面 也就是3000美金附近的压力面 也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 延长线这部分 这个3000美金到联系900美金 这个压力面之后就没有做空的理由了 然后它在这个行情当中一路上涨 一路上涨 那怎么分析这个以太坊呢 怎么做以太坊呢 以太坊是和比特币相互对标的 那比特币的上涨啊 一定会带动以太坊的上涨 那在这轮行情上啊 我们在日线级别上 我们可以看到和比特币类似的 悟空阳线 巴结阳线组 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 那这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完成之后 和比特币类似的是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 和比特币类似的是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悟空阳线的 底边线 也就是开半价这个位置上 31500 这里作为一个多头方向的 一个止损位 然后顺应这个行情去做 顺应这个行情去做 然后呢 它在结构上呢 会出现了一个新的结构 目前这个结构啊 正在生发出来 正在生发出来 我们可以画一下 波峰的连线和波谷的连线啊 去连一下子它 连一下子之后啊 我们发现啊 发现了什么呢 它这个结构啊 没有走完 为什么没有走完呢 我们看到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绘制出它的焦点啊 这个焦点呢 是基本上没有办法绘制出来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 这个上涨 这个上行的动作 就还没有完全走完 什么时候 它才能完全走完呢 我认为是 你能够完整的画出 这个三角形结构之后啊 它的这个上冲动作 才能够完全走完啊 所以呢 在当前这个盘面上啊 在当前这个盘面上 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这个盘面上 如果能够打到这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 波谷啊 这个是上行的三角形啊 上行三角形 这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啊 如果能回答下来 是你一个做空 做多的一个时机啊 做多的时机 同时呢 最终在盘面当中 你会画出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三角形 如果这个三角形呢 你最终能够画出来 那三角形的焦点位啊 就是一个做空的时间点 那目前在上工的过程当中 这个三角呢 我们还没有办法绘制出来啊 我们需要等待行情走出来之后啊 能够确实的能够看到那个三角啊 确实的能够看 看到那个三角之后啊 这个才是空头进场的一个时机啊 因为我们知道上行的三角 我画一样 上行的三角在 进焦点这个位置上啊 很容易出现下行的一个结构啊 就发生变化 发生变盘 出现一个下行的结构啊 它的这个结构啊 是来回切换的 那当你绘制不出来这个三角形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继续往上走一些啊 直到这个三角形能够在盘面当中非常清晰的绘制出来之后啊 啊 才是变盘的时间点啊 你们看一下我在小时线上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三角形完整的画出来啊 因为啊这个焦点我们看不到焦点看不到的时候证明这个行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啊 这是我对以太坊的看法 以太坊目前正处在一个 呃反弹 啊突破的过程当中啊 事实上在 呃 3月22号 它完成了突破 突破之后啊 呃 我说了过了3000美金 它就没有做好的做空的位置了 呃 一个是它能够形成一个 呃收敛三角形啊 出现这个结构上行的收敛三角形在焦点位置上你可以做空 第二点呢 是它如果重新回到2800美金之下 啊 如果重新回到2800美金之下啊 重新回到之前的日线级别大开口收敛结构的压力位线之下啊 压力线之下 那是一个好的做空的时间点 那当前行情呢 它正在上涨过程当中 不是一个好的做空时间点啊 这个盘面啊 只能是顺应这个行情啊 如果回答到这个波谷的连线这一部分啊 你可以顺着这个行情去做啊 去做多头 然后呃 止损位啊 我们看的是日线级别 止损位啊 可以是设置到3105美金附近啊 这是我对它的观念 然后山寨这边我认为可以关注一下EOS 因为确实有比较多的利好 同时啊 今天的成交量是异常巨大 再者 它这个下行收敛之后发生了这一轮反弹啊 这轮反弹趋势呢 我们看这一波行情啊 也就是这一波行情是日线级别上场西游 然后呢 突破之后啊 重新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 在这个悟空阳线的驱动下啊 在这个突破的这根阳线 今天突破的这根阳线的驱动下 有可能它会呃再度发生一个日线级别的上场西游啊 这样的话 它的目标位就会啊 接近4.5美金啊 到达4.5美金 这个重码啊 密集区形成的一个压力位附近啊 到达这里啊 EOS呢 是一个老币啊 在呃 牛熊更替的这几年当中啊 一直处于一个不好的表现啊 但这轮行情当中 我们观察到啊 它底部的啊 主力吸收动作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在成交量这里看到啊 主力做了很多的啊 吸纳的工作 那我们知道盘面容易出现 呃 和股票类似的就是 吸索拉洗太阳套杀啊 吸索拉洗太阳套杀 那在这波杀的行情完成之后啊 EOS价格到达了低点1.86 那这个价格呢 我们看啊 在月线上吧 这个1.86的这个价格是非常低的啊 非常低的 那重新到达三美金之后啊 它就还有动能继续往上走出一轮比较牛的行情啊 这个EOS关注的人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呃出现利好之后啊 大幅拉升之后啊 是一个呃多头方向啊 可以参与的一个机会啊 可以参与的一个机会 我不对它有各种信仰啊 我只是从这个 呃 K线西游战法上来说啊 它有这样的一个反弹机会啊 下跌收敛之后 发生了一轮上涨西游 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这一部分是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然后重新走出一个悟空阳线之后啊 它有这样的机会能继续上行 有这样的机会能继续上行 然后上行的目标目标位啊 是宠马密集区这里 这是我对它的看法 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 或者加入我的Telegram群 感谢大家 再见